因为我们是录的聚集 开发人员这个还记得吧 然后录的聚集产生了一个串接跟清除 然后按下它 它会自动帮我把手机号码自动完成 清除的话把资料清空 但是如果你现在这个状况 特别注意上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启用内容 这个启用内容记得一定要按下它 否则你的程式不会握壳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之前有同学也是一样 没有按使用内容 然后如果没有按 你比如说按下这个串接 你会发现它无法执行聚集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使用 因为这个程式理论上是有安全性的 比如说可能很久以前是有聚集病毒 它担心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假设你确定这个是自己写的 那你就使用内容 那你就可以按下这个串接 它会自动执行的程式 清除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发现 假设你按下它 奇怪 怎么不会握壳 那可能上方会启用内容 一定要把它按下去 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呢 上个礼拜 里面自立功能区 这边有开放 你是要打桌吗 可是呢 因为同学找不到这个箭头 不知道什么版本 OK 那没有关系 如果你这边找不到的话 另外还有个地方 档案 最下方有个选项 档案的选项 档案选项 其实这边有自立功能区 也有开发人员 OK 反正呢 很多地方 你可以档案选项 档案选项 然后自立功能区 然后找到开发人员 一样可以把这个打勾 按确定就可以 反正呢 一定要把开发人员 一定要打开就对 因为如果你没打开 你无法录制剧情 你也没办法写BBA OK 那可是也许未来的版本 比如说Office 365 新的版本 它可能就会直接打开 但是目前还没看到 我想 因为以目前的趋势来看 以前那个开发人员 很少在打开的 但现在好像很多人 工作上都有这个需求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 假如你不会录制剧情 不会写BBA程式的话 那变成你图法练纲 你的效率一定非常低落 所以如果你假如会 录制剧情 重复的事情 你就把它录下来 那它执行就好了 甚至呢 你自己写程式 OK 弹性更大 因为录制剧情 还是有一些缺点的 那我们如果 打开这个之后按确定 那这样完成 就可以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上个礼拜的录制剧集 这个部分 你们也许自己再多演练 那今天的话 我们要接着来看 如果我要自己写BBA程式的话 那应该从哪个地方开始 OK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啦 请各位把那个重合练习 再复制一个 复制的话还记得吧 拖拉 拖拉就是按按那个什么 按滑鼠的左键 在拖拉之后按按键键 然后把那个滑鼠左键放开 这个时候呢 就会多一个 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这多一个啦 把它删掉 那名称的话 我们今天把它改成叫BBA OK 如果今天呢 我要自己来 拽写BBA的话 因为上个礼拜 基本上 虽然我们已经有接触到 那个BBA的程式了 但基本上 它还是 就是用自己录制的方法 上礼拜还记得吧 我们有录制完的 续集 那我们可以按下编辑 比如一个创建一个清楚 编辑就是跳出那个BBA的程式 OK 那理论上呢 这个画面 跟你用那个Visual Basic 按下去 其实都一样 所以其实你从 进行里面编辑 跟直接点选Visual Basic 结果会是一样的 那但是呢 你可能要慢慢熟悉 这个环境 我是比较建议 它本来好像整个是 放大到全一幕 那我是比较建议 你们可以把它稍微缩小 缩小的话就是 最好大概就是 把它稍微缩放一下 大概把它缩在这旁边 那以你可以看到 后方Exail的状态 为原则 那为什么需要看到 后方的状态 因为你有时候写程式 是一边看着你到底要 做什么样的动作 去写后面的程式 OK 不是说盲写 一定要看到 再接着写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程式就会比较跟 你的需求是有互动的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接下来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画面 原则上 你原来的画面 应该是长这样 它撰写风格这个字 好像本来是这么小一点点 有没有 所以你这个环境 可能要稍微调一下 第一个 字太小怎么办 记得可以 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工具选项 这边可以 撰写风格 OK 可以把这个字 至少放大到12号字 不然实在太小了 看起来蛮辛苦的 或甚至可以更大 如果你更大 相对的你这个程式会 跑到最右边去 OK 所以可能要看情况 OK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程式呢 它到底放哪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假设了 我把右边 这一个区块 这个区块 其实就是你 编写程式的地方 那如果说 你不小心 把里面这个叉叉 关掉了 它程式就不见了 那怎么办 其实你将来 要把它附下 很简单 它就放在模组里面 所以你模组点亮 有没有 模组 这边有个模组 特别是 程式以后 不管是巨集也好 或者是VBA也好 反正呢 都是放在模组里面 那没有 特别修改 它的名称 第一个一定是module 1 第二个就是module 2 一直在推 你又要把它打开 重新编辑 这边两下 可能要慢慢习惯一下 关有没有 打开模组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就是说 VBA这个环境 这个区块 叫做专案总管 这个区块呢 叫做属性 上面就有显示 专案属性 那当然有同学 可能不小心把它关掉 像这个关掉的话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检视里面 然后专案总管 这个区块就出现 下方这个叫属性痴窗 有没有 点一下 又出现了 那这一块怎么办 点两下 它就打开了 OK 所以大概 原则上 你就把这个 VBA的编辑器 熟悉一下 那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就是 把程式写在这里 特别是以后 不管是聚集 或是 那个VBA 程式一律是写在模组 如果没有特殊意外 没有特别 讲的话 那今天的话 如果说 我今天 上个礼拜 这个 是我自己录制 大家想说 那如果我今天 不要自己录制 我要自己写的话 那我自己写的步骤 该怎么开始 首先跟各位讲一下 刚刚不是有新增一个 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那其实我们主要是 我不要 这两个按钮的程式 我不要用录的 我要自己写 可是我要怎么写 从哪里开始 这个还蛮重要的 其实步骤一 一样 先点选VideoBase 二的话 那以后 你要写VBA 就是先点VideoBase 二的话 就是你要写在 模组里面 那你有两个选项 一个 是直接写在 聚集的下方 一个的话 是直接另外 开一个新的模组 两个都可以 哪一个好呢 干脆 我们再练 再另外新增 怎么新增模组 按右键 在属性 在专案转管上方 按右键 任何一个地方 按没关系 你会按右键之后 会这边有个插入什么 插入模组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 写VBA程式 假如打开之后 没有地方可以写 那记得 第一步一定是 开VideoBase之后 插入模组就对了 写在模组里面就对了 OK 基本上 99%都是对的 OK 所以插入模组 好 VivaBase之后 所以以后 Step1开插 Step2 有没有 就是插入模组 好 你插入模组就按右键 有没有 插入模组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多一个空白的 module2 有没有 在这里 module2 里面是没有东西 那我要写VBA怎么办呢 接下来 特别是 这module1 在这里 module2 如果module1 你把它点两下 打开 module2 点开 它其实可以接的 或者好像可以从 字窗这边还可以 附上接吧 这边也可以接 OK 反正蛮多地方可以接 好 module2 那接下来呢 我要想要自己写 可是我要 给它一个名称 所以接下来 它的开头 应该是叫做什么 叫做Sug 这个Sug 你会发现 空一格 跟那个句集很像 这边有没有 Sug 名称 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 不能叫串接 我叫什么 也叫门号 叫手机 因为这个是手机号 我用手机 那我要做的动作 假设是输出公式的话 所以我加一个底线 底线的话 就Shift加上0 右边那个按钮 就是underline 底线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叫公式 当然你如果不加underline 没关系 反正我的习惯是这样 手机底线公式 好 所以Sug 空一格 它这个按钮的名称 叫做手机公式 按链成就可以了 这个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你加速 然后刮鼓跟underdub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产生一个 什么 VPA的一个 这个叫Sug的话翻译 其实就是什么 叫指 一般翻译叫指程式 下一阶 指程式 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名称 叫副程式 也可以 副程式 我们要做副程式 下一阶 Sug Sug然后名称叫手机底线公式 接下来的话 我要做什么 我希望 把那个资料 把什么 把公式 帮我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 接下来 如果我要控制 Excel里面的任何储存格的话 那我们 记得 你可能要多学一个 所以在这里 多学一个 物件名称 储存格 所以习惯上是在这边 Sub跟在Sub中间 按个Tab键 然后呢 如果我要控制它 当然两个方法 一个用Range 或者另外一个叫Sell C-E-L-L Sell的话指的就是储存格 在这边的话 然后如果哪一个的话 加一个S Sells 前刮壶 前刮壶的话 它会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看出体词 这个叫Raw Index 然后他问你说 Raw的话指的是列 白话意思是哪一列 你要控制的是哪一列 我要控制这个储存格 这个是第四列 所以跟他讲第四列 逗点 后面的话 第几栏 有没有 你看看Color Index 这个初体字 Color 哪一栏呢 特别是有 Index指的是数字 所以 一般是给什么 给D几栏 A B C D E 那给五 不过你会发现 假如说用这样的叙述 那这个 此列就哪一个 此列就这个储存格 我要控制这个储存格 OK 但是 这边有一个问题 列比较好理解 哪一列 可是栏的话 理论上 在Israel里面通常是用英文字母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改成 数字的话 那它换算 当然你如果 因为这种排在前面 还有一个 E的话 第五个OK 可是如果X的话 怎么办 第几个 X排在第几个 A B C D E F G 算了 所以如果假设 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说如果这个 你可以不用数字 你可以用一个文字 依然 但记得它文字 文字前后一定要加双以后 这个指的是一字储存格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后面的话 请你加个等号 先加两个双以后 那特别特别小心 因为很多同学 每次只要看到等号 好像就会认为说 它是计算的结果 跟各位讲 千万不要把这个等号 跟你成为数据 把它换回来 因为不一样的概念 这个等号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等号是什么 把后面的资料 放在前面的意思 所以这个等号 在这里的意思 应该是 负与值的意思 把后面的资料 放到前面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等号 请不要 跟以前你们数学 的那个概念 比较厉害 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他在同学 就是会搞过 所以等号是把后面的资料 放在前面的意思 那什么资料 我希望 把一个公式 如果你今天放个09 你现在打个09 你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会怎么样 09 执行 执行的话上面 油标放下 和现在在上中间 按照上方的执行 你会发现 它会输出一个9 0怎么办 因为 没有数字是0开头的 所以他就把那个0给去掉 或者你09 然后11 如果有个 减的符号 0911 然后执行 你会发现 这个0就会出现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非数字的文字 他就认为 你这个是文字 就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好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今天希望输出的是一串公式 那怎么做 最特别重要 这边可以改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把之前我们这一串 有没有 Test的公式 所以我把它切到哪 切到前面一个工作表 前面一个工作表 我们之前练习的 这个公式 我把它复制一下 记得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复制完之后 一定要按取消 前面有个取消 因为如果你没有取消的话 你要切到那个 Visual Band会切不过来 因为它邮标还在 这个资料编辑列里面 可以按个取消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公式 直接就 我再切回来这个工作表 我再 切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不过贴上去 可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公式 它里面怎么样 也有 也有那个双引号 但是Excel里面也用双引号 当成是文字 但是VBA也用双引号 当成是文字的开始 跟文字的结束 所以如果你假设 把这个公式 直接放在这个双引号里面的话 会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它看不懂说 你这个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到底是For VBA用呢 还是ForExcel里面用 所以 这边有一个规则 可能要记一下 如果你要把这个公式 放到这个双引号里面的话 要把这个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转换成两个双引号 它才会知道说 你这个里面 这个双引号呢 表示是Excel里面用的 那跟那个VBA里面用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这个可能有个特别注意的地方 一个规则 所以我们把 把这一串 三个礼拜前的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呢 要取消 取消之后呢 我要贴啦 不过贴上之后 你记得哦 这个头尾的双引号不变 你贴上之后 你会发现 会多了好几个双引号 有没有 从这09这边 有没有 这边两个 那这边有两个 这边有两个 总共应该十个吧 那十个 记得哦 你必须怎么样 如果你直接移开 它会出现错误 那怎么样才可以让它正确 记得哦 头跟尾不变 把刚刚贴上的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一个变两个就对了 一个变两个 所以哦 09前面前后 然后再来什么 这个前号前后 一个变两个 然后 三个零的前后 一个变两个 反正你补前面补后面都一样 OK 然后这个减号前面 一个变两个 然后再000前后 一个变两个 好 这样就OK了 也就是说 它里面有十个双引号 为了要区别说 这个公式 是for sale用的 不是for VBA用的 所以 我把贴上的公式 只要是里面有出现双引号 那我就把它变成两个 这样子 以示区隔 OK 这个是规则 好了 那好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重点来了 那我要怎么验证说 我刚刚写的程式没有出错 你可以把它切回来 切到刚刚的 这个 统合链学瓜胡VBA 然后再点到 我们刚刚写的程式里面 接下来 很重要一点 关键时刻 如果你刚刚做的动作 没错的话 你在执行 你应该会看到什么 0911 084 004 那其实他做的动作 很简单 就是把这一串公式 塞到 应该这样 他其实运作的流程 这样 执行的时候 把这个公式 丢到这个sales物件里面 那这个sales物件 他知道说 这个指的就是 以sales里面的 第四列的一栏 指的是这个 一式储存格 所以他就把这个资料 再丢到这里面来 那这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 不过你想说 有什么差别 这边有两个双语号 可是哦 经过储存格之后 他就自动把它转换回 一个双语号 这是正常状况 因为他要区别 区别说 如果一个是VBA用 两个的话是Excel用 Excel 那我就丢出去之后 如果看到两个 那我就帮他转回一个 OK 这个是他运作的一个规则 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已经正确输出一个 那接下来我就要清除掉 如果要清除的话 另外请你把这一段程式复制一下 再切一下 然后把它改一下 底下这个Sub名称 你就直接改清除就可以了 Sub 这个叫清除 那因为之前 入市具体行 已经有一个叫清除 我们要改成叫清除2 然后不然名称一样 它会容易出错 然后清除的话 其实在VBA是很简单 就是把等号后面 改成两个双引号 两个双引号在VBA里面 就是清除文字 把文字帮我去掉的意思 所以特别是两个双引号 里面不要放任何东西 不要不要 之前有同源没字 这很奇怪 这个一定要放到空白线 这不对 当你输出它 还是有点清楚 但就是多了一个空白线 不要这样做了 OK 就是两个双引号 OK 好 那把它辞行给各位看一下 辞行这一段会怎么样 这个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它把它这个空四串 丢到这个里面来 这个指的就是这个里面 所以丢过来之后 里面就不见了 OK 好 那请各位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吧 好 所以 刚刚写的这一段 非常非常重要 以后你写任何VBA 就是这样开始就可以 所以我把重点再跟各位讲一下 step 1 开启VBA 1 step 2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所以这个是第二步 第三步的话 就是写一个sub 名称叫手机底线公式 Enter 然后把这一段程式写上去 比较重要就是这个 如果你贴上了公式 原来的一个要变成两个双以后 就可能要非常小心 因为少一个没改到 它就会变红色字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红色字 你没有意外 你就少改了就对了 反正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OK 那 当然如果你假设了 怕做错 云端上其实也有答案 云端白板 这边就有了 我记得在哪里 我刚刚写的一模一样在这里 第九页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就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实在错 你干脆就拿 拿我这一段 Ctrl C Ctrl V贴上 比如说你一直出现错误 这个错误不知道在哪边 有个方法 比如说像有些同学 就是奇怪一直出错 不过他已经告诉你 说他还蛮聪明的 他会停在这边告诉你 这边有错 你检查一下 所以如果你实在错没关系 你就贴上 再比对一下 有没有 这里不一样 补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其实写程式大概是这样子 请各位试试看 OK OK 好